400安的大电闸 合不上 一合就跳 他们合了几次合不上 说让我合合试试 我也不敢 我想用表现测一下 看看电路短不短路 拉掉电闸以后 先用电笔验电 确定没有电了 先大概测一下 没两根线之间 有电阻 还不是短路 近100欧的电阻 因为线路的那一头和连着电器 连着电闸 所以这么样测没什么意义 达到层次开挡 测一下 看线与线之间 表正100到头 并不一定说线路就有问题 还得去线的那一头看看 现在这个电柜没有电 线的这一头 接到了一个路电保护器 这个路宝是断开的 这是两路电线并成一路 可能是因为觉得线不够粗 路宝是断开的 现在在这边测量 向线与零线之间 表正都是100到头 因为这个电线现在接在路电保护器上面 而路宝里面是有回路的 是有电路的 所以你怎么去测 表正都会摆动 是导通的 你看我有乘一档在测 两个线之间 这个表正都是有电阻的 和刚才在那边测的一样 下面我就把这个电线从电闸上拆下来测量 400安的电闸合不上 它不是路电保护器 所以我怀疑是这个主线有问题 线路漏电 这个炸一般不会跳 应该拆这三个螺丝 我们拆下来 拧不动 所以我先把下面那两个内流角螺丝给松开了 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线整体拿下来 断开路电保护器 就是和路宝没有联系 在不接路电保护器的情况下 测量进来的这三个线 两两之间的电阻 线与线之间还是有电阻的 和刚才测的一样 再看一下 达到层次开 线的那头是把电闸拉掉的 表正应该不动 但是现在测的是表正一百刀头 那就测一下这三根线与大D 零线是接地的 与零线之间一百刀头 这个不应该啊 这三根线与D线 与零线 都是一百刀头 这三根线漏电的可能性很大 下一步该怎么测呢 我还想进一步确定一下 这三项线之间 是不是也不绝缘了 而且都存在着漏电 因为它这是两根电缆线扑过来的 我还想确定一下 是不是其中的一根线有问题 所以这三个螺丝还得踩 精确测量一下这个线与线之间 存在的电阻是多少 75左右 应该是没有电阻的 就是表正一动不动 有电阻证明是通 通就不正常 还得到这个总杂这了 我也怕有人把电阻合上 所以把柜门给锁了 打开柜门 下面我就把这六根线拆掉 因为你不拆这六根线 确定不了哪个线有问题 拆之前 直接测量线与线之间的电阻 和刚才测的一样 测的这两项电阻小 用那零脚扳手 拆下这个螺丝 这六根线虽然拆下来了 线的那一头还是压在一起的 所以等一下还得去拆那一头 既然两头都拆掉了 那就测一下这个三根主线 现在是六根线 漏不漏电吧 我怀疑是漏电的 一个表皮 插这个配电箱外壳 因为配电箱的箱体外壳是接地的 你看啊 测着六根线 你怎么测它都是漏电的 正常情况下是不漏电的 所以还是说 那头如果不断开 压在一起 在这头怎么测都是漏电的 至少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线路有漏电的 去线的那一头 彻底分开 所以必须想尽办法 把这个螺丝给拧开 看看这两根电缆线 是一根漏电还是两根都漏电 拆下来了 怎么拆的就不说了 现在这两根电缆线彻底分开了 直接上万用表 一指标比插零线 等于说是插的地线 零地是通的 另指标比分别测量这六根线 一摆到头的就是漏电 这个不漏 看这一个漏电 我是叫习惯了漏电漏电 其实是接地 就是和大地有联系了 还好 测出来的电缆线 有一路不漏电 就是上面这一路不漏电 线与线之间应该是绝缘的 表真不动 就是好 这一路没问题 反复的确认 可以确定 下面那个电缆线不好 接下来怎么弄 把没问题这一路线给它接上 有问题那个电缆线包起来 不用 因为设备的功率比较大 他们联系了电力部门 重新下线 下出线 下一路线 把没有问题的这路线压好以后 你看 测灵火之间的电阻 它是不动的 不动就是正常 达到城市开挡 大电阻一测就不行 表真一摆到头 所以无论测短路 还是测楼垫 我都是建议 把电线从电掌上拆下来 不然的话 你测出来都不准 它这个测的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路线本身是有回路的 所以一测表真会摆 总达这一头 测的两根电线之间的电阻 有电阻的 那就是不好的电路 一只表比插配电压外壳 再看一下那个不好的电烂线 漏电 与大地是漏电的 我估计这三根线的地下已经爆了 把这三根好的线接上 准备合拆 看它会不会还跳 没问题 这边这个路宝还没通电 测量电压都正常 电路什么问题 火线有火线400伏 火线有零线 也正常 220伏 这东西怎么合拆 有个手动 有个自动 把它打到自动 说实话 我是头一次 它没说就是这么操作的 你看啊 它这个把手慢慢地往上走 慢慢地合拆 这就好了 有电了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请多多指点 走了两个电工修不了 看我能不能给搞好 电机接上线 开机就不转 别人说是电路的问题 让查电路 问题是电路没问题 接触器都正常吸合呀 电压输出正常 控制正常 电闸也不跳 他们还都怀疑是电机线断了 来看一下它接这个电机线圈端子 再一看没看出问题 通商店不转是别事了吗 也不是 转动导轮 很轻松 还得看看它这个接线 这是个什么接法呀 这个电机很小 既不是星星接法 也不是脚型接法 它原来换下的那个电机在这儿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电机是个星星接法 你注意看 这三个端子是连一起的 下面这三个端子 接进来的三项电 通商店电机就算 它上面这个电机没有连接片 是不是把这三个端子 装上连接片 这个电机就能转呢 这么样看 你还真以为是插个连接片 对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 这一但是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大多数电机是六根线 三主线圈六根线 但是你看它这一个 这个是三根线的 这位置不太好看 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边这三个端子 下面没有线 就是没连电机线圈 下面是空的 这下您看明白了吧 这三个端子 直接通380的电就可以了 和这个电机不一样 这三个端子 在这是连通的 这是星星接法 而那一个电机 这三根线 它在电机里边是连一起的 所以外边这三个端子就没接 所以只要把电源线接到这三个端子 通商店 电机就会转 那这个电机为啥拆下来不用了呢 是线圈收了吗 给万一表做一个调零 我要测一下电机线圈 好不好 测一下这个端子 与公共端 看百针的位置 5到10之间 这一组线圈 也是这个位置 看这一组 电阻正常 这个电机没问题 也可以这样测量 直接测这两个端子 看一下电阻 15欧 这两个端子 也是15欧 这个电机是好的 好的为啥不用 是进水漏电了吗 测一下漏不漏电 直接测线圈 一块 不漏电 线圈正常 拆下来的不用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电机 走投这一块 这个销键槽不行了 所以再拆下来换了另一个电机 结果一接线不启动 拆下这三根电源线 这样看就看清楚了 你看 这三个端子 下面啥也没接 所以一二长电源线 它不转 这三个接线端子 我来测量一下它的电阻 摆针位置15到20之间 这个组织是可以的 差不多 再看这两项 还是这个位置 好 这个电机也没问题 现在把这三项垫的三根线 接上这三个端子 接上是不是就好了呢 好了 看 这就接好了 怎么成这样了呢 那一半哪去了 那一半被我弄断了 上螺丝的时候 一紧嘎嘣 端子断了一半 幸亏当时没人看见 要是让他们领导知道了 我把这个给弄碎了 还有自行车 要啥自行车 正好他们都不在 出去抽烟了 赶紧的把电机盖装上 好了 这次维修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